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6呼时用开水烫江青。毛处理完录音事件以后,我们便难下去广州。一路上气氛仍十分紧张。毛要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会议,中央领导人刘少奇、朱德、陈云,都先后到了广州。 小岛上武装警卫森严,如临大敌。此时全国饥荒四起,党内不协调,政局不稳定。当时城里无粮,农村也无粮,因此生怕工人闹事。广州的安全问题棘手。广州距离香港近,台湾方面可能由香港潜入广州,来搞暗杀或歉意。 1960年1月上海会议期间,中共中央调查部、总参谋部三部等机构,及公安部,同时截获台湾方面的情报,台湾知道了中共在上海开会,要派人破坏。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科庆师大发脾气,认为内部有人泄密,进行彻查。凡是在此期间寄过信的,打过长途电话、电报的,一律审查。 后来查明,原来有北京及各地,向上海飞去的飞机过于集中,因此被台湾方面推测出来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柱非常紧张。 他召集了公安部部长谢富志、汪东兴,和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些人,布置小岛的安全警卫。在小岛的各个出入口和一些隐蔽处,都增加了武装哨和流动哨,非指定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岛。 我参加了这个会,小岛内的医疗卫生由我副总责。上午开过会,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赵院长来找我,赵提议。要在小岛内设立一个医务室,解决工作人员的究竟医疗问题。 正在商量时,护士小李打来电话,电话上他的声音很急,说,大夫快来吧,江青同志发了大脾气,叫你快来。 江青的神经衰弱,又成了一件大事。我匆忙与赵告辞,赶到三号楼,进了值班室,护士,卫士都在。 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,看见我进来都说,这回可够呛,就像中了邪一样。 护士挨了半天的骂了。 我问护士是怎么一回事,护士哭哭啼啼地说,今天早上起来气就不顺,这也不对那也不对。怎么做也不行。 下午睡过午觉气更大了,说昨天晚上给他洗澡,故意用开水烫他的屁股,给他吃的安眠药有问题,是有意害他。 我向护士说,不要急,你到一组来工作,是保健局和警卫局通过江西省委调来的,又不是你自己想要来的。 何况原来调你是为了给毛主席做护理工作,江青应要你,这些事情总能讲清楚吧。 我走进大厅,江青正在来回走着乱转,看见我进去,他将一块毛往桌上一甩,说,大夫,你们到底用的什么人,安的什么心哪。 我坐在他的对面,问他有什么事。江青用手拍桌子,说,有什么事,你不知道吗?我只好向他说明,我刚刚在开会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江青说,昨天晚上洗澡,护士有意用开水探我。给我的安眠药,胶囊红颜色发弹,这里面有鬼。 我说,给你洗澡,水的温度掉得不大合适是有可能的,不可能是开水。 而且他们给你冲水前,自己先用手势,如果是开水,他们自己也受不了。 何况卫生间的热水管也放不出开水来。 江青说,我只说了一句。 你讲了这么多句,难道我讲假话? 安眠药的问题呢? 我说,我没说你讲假话。 我只是说,水热了一点是可能的,但是不会是开水。 安眠药是保健局。 北京医院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,从美国进口的,每批货进口的时间不同。 不是一个批号。 可能颜色上有些不同,但是进来以后,会经过药物坚定和检定检查,不可能有假药或不纯的药。 更不可能有毒药。 你吃的药全部是经过这些检验手续,蜜蜂从北京带来的。 药箱有护士们一同保管,取药食,要两个人同时去取。 他们两个人,包括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,都经过保健局、警卫局审查清楚,没有问题才调来工作。 他们工作上,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,但是绝不可能捣鬼。 他们如果捣鬼,保健局和警卫局,岂不是都有鬼了? 江青说,这话可是你讲的,我没有讲这些。 我看你是包庇他们,他们做了坏事,你不但不管,还要替他们辩护。 我不同你辩,把王东兴同志请来一同奖。 王东兴一反以往与江队里的姿态,笑着说,江青同志,有什么事情要办? 江青说,老汪,你是公安部副部长,又是警卫局局长,主席这里的事情都交给你管, 我可要领教一下,你手下的干部,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服务对象。 王又笑了笑说,江青同志,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这番,不要急。 江青说,老汪,我慢慢讲,你们的这位大夫,都顶来顶去,我还能急吗? 我刚一开口说,事情是江青立刻插嘴说,你不要再喋喋不休了。 老汪,我刚才同大夫讲,护士小姐的工作太差,洗澡的水温度不好好调,安眠要换了批号,也不向我解释说明,这些难道不应该批评教育吗? 我想大夫诉苦,你是大夫,起码也应该安慰病人啊。 大夫道好,一股尽叫训我,完全不把我看成个病人,大呼小叫,这是什么态度? 一点对待病人的同行心都没有,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工作者吗? 江青停下来,我又开口说,事情的过程江青立刻又插嘴讲下装说, 医务人员的根本职责,是关心爱护病人,怎么能同病人辩论?而且是盛气灵人,难道真想让病人精神上受折磨吗? 我又开口说,江青同志,没有等我说出一句话,江青又大声说,你不要再辩了,停止向我争论。 这时,我已无可奈何。我站起来,对江青说,既然是谈话,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,不能制止,压制我说话。 不准许我讲话,我没有必要参加这次谈话。我铁了心,不干了。 我走出室外,将房门重重一关,轰得响了声,我隐约听到江青讲,你看,你看,当着你们部长的面,都敢这样态度。 我走出来以后,在院子里走了几圈,冷静下来,心想,可不能吃眼前亏,要立刻同毛讲讲这个过程。 在相互告状这事上,毛王王是先入为主,他认为谁先将事情经过告诉他,谁讲的就是真话,以后讲的人,多半于事实有出入。 因此,我不能等待江青先去讲。 正在这时,卫士走来说,汪部长和江青同志请你去。我只好又走回三号楼大厅。 刚推开市门,江青看到我就说,我已经同你们部长说了,停止你的工作,关你的禁闭。 我说,好吧。我立即退了出来。时不宜迟,停止了工作没有关系,如果关了禁闭就不好办了。 我立刻走进一号楼,毛卧室旁的卫士值班室,卫士正在。 我问卫士,毛醒了没有?卫士说刚醒,今天睡得不错。喝过了茶。我走进毛的卧室。 毛却时时闭着眼躺在床上。我走进床边,叫了声,主席。我睁开眼,看到是我,说,李大夫,怎么样,有什么新闻没有? 我说,有。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,还要关我禁闭。毛半千起身,头放在床栏上,拿起。烟吸起来,说,这么厉害啊。怎么起头搞的? 我告诉毛,自从给检查身体以后,江对于医生们说他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,十分不满意,拿护士撒气。 我向毛说,他吃的安眠药同你的完全一样,怎么会有鬼?毛吸了两口烟,说,我常说,江青这人有身点,第一是个钢铁公司,一点弹性也没有。 第二是个纸老虎,盯他一下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第三他是刀子嘴菩萨心。嘴上厉害,心里还是好的。江青这个人,就是不讲道理。 你告诉了我,就可以了。不要向别人说。我会同江青讲。你先避开几天,不要出头露面,不给他点面子,也不好下台阶。你同护士们说说,不要怕。 我走入卫士值班室,江青正从正门走到毛的卧室。随后我休息了餐天,正巧逃住请毛到佛山市去参观,因为佛山是广东省市荣整顿最清洁的,稍此也很出名。 毛告诉我,不要同他去了。以便向江青表示处罚过,就可以了结。 那天,朱德要看电影,我随朱在礼堂看了日证当中。我很喜欢那部电影。第二天上午护士打电话来,说江青叫我去。我走到二号楼江的休息室。江青倒是改变了态度,叫我坐下,然后说,我知道主席在他的医疗上相信你。 你也不必这么骄傲。主席昨天晚上让我告诉你,好好安心工作,过去的就算了,要向前看。然后哟。拿了一本内部参考说,主席让你看看圈的这个消息。主席说,要注意国家大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